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有中常委公开表态支持马英九连任 台湾社会反核声浪逐渐高涨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日前宣称 有意在新北市推动反核公投和2014年七合一选举合并 让人民在投票时能够针对反核议题表示意见 此举不但被国民党批评是政治操作 民进党内多位意见领袖也都不表赞同 两岸交流日趋频繁 双方民航机关日前针对航线增班增点完成协商 确定三月之后两岸直航班机每周增到616班 同时台湾飞大陆航点也增加到54个 大幅超越香港的40个航点 台湾成为亚太地区进入大陆的最重要忙碌 陆客来台人数屡创新高 台湾观光局宣布 最快从今年5月开始 陆客来台团体旅客人数上限 将由每天4000人增为5000人 自由行人数上限将由每天1000人增为2000人 台湾景气低迷物价上涨 但大学毕业生薪资水准普遍偏低 为了争取较高薪资 越来越多台湾女性看重基层警察 月薪6万台币的优渥条件 纷纷报考警察大学 去年录取女性人数比例高达19% 创下历来最高纪录 好 至于我们刚刚看到的重点讯息 这个礼拜我们要带您来讨论的是 钓鱼岛危机升温 台湾的保调人士也大动作出海宣示主权 与日本的船舰展开了激烈的对峙 台湾的船只也明显的受损非常的严重 而台湾民间团体在进行保调运动以来 也首度在同一个海域遇到了大陆的海间船 相关讯息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嘉宾 来到我们现场做深入的点评和分析 首先我们欢迎的是 时间大学副教授赖越琴赖教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其实这一次呢 出海宣示保调主权的 就是我们的中华保调协会秘書长黄玺玲 黄大哥 主持人好 其实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 好 还有这一次呢 随着保调人士一同出海全程记录呢 就是我们凤凰卫视台北站的记者黄顺阳 也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顺阳 请好 各位好 好 非常欢迎三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做点评和分析 不过在讨论之前呢 我们先带你来看 台湾保调人士出海遭到了日本船舰的 一个激烈的一个对峙 所以呢 在现场呢 也非常的混乱 而我们凤凰呢 也全程带你直击了整个对峙的场面 进入讨论前呢 马上先带你来看这个整个过程 现在的时间是10点13分左右 那现在可以看到车上呢 这一尊呢 就是刚刚黄熙玲他们起出来的妈祖神像 那这一次呢 黄熙玲的保调任务呢 凤凰卫视记者 黄熙玉在这边独家带你们一起去看 这次的保调行动 23号深夜 世界华人保调联盟成员 前进新北市永和的一间公庙 焚香祭拜 祈求今年第一起保调行动 一切顺利 透过民间流行的指角动作 取得神明同意后 保调人士 期待大甲妈祖神像 共同出航 前往钓鱼岛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 11点45分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新北市瑞芳的深澳渔港 停在旁边这艘船呢 就是今天晚上 黄熙玲准备搭乘的 全家福岗海钓船 就是要到钓鱼岛固境 实施保调行动 黄熙玲击行人 所搭乘的全家福岗渔船 深夜在新北市瑞芳深澳渔港报关 通过安检后 24号凌晨出发 船上包括黄熙玲在内 共有5名台籍保调人士 以及船长和印尼印尼籍船员 光皇卫视台北站 记者黄盛阳 独家登船 随行采访 成为这次保调行动中 唯一一名随行的媒体记者 24号凌晨6点多 天才刚亮 已经有三艘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 追了上来 现在我们距离钓鱼台 还有50海浴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被 14号的日本海上保安厅 团团的围住 我们海上族有在旁边 现在的风浪蛮大了 而且现在 以目前来讲 现在是我们的领海 你已经救出我们的领海 立即派出 全家福号船长不满遭到驱赶 也谈话回应 但日方并不理会 反而持续进离 日方排出大量黑烟 干扰保调船试验 海面上覆盖大量黑油 日方两艘舰艇 但以蛇行方式 挡在全家福号前面 掀起的一波波巨浪 让保调船不断勇望 现在的时间大约是九点半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在旁边 日本的船只 非常的快速的 从我们旁边经过 而且喷出了大量的黑烟 但是目前台湾的海巡 也马上的紧迫跟着出来 在旁边一直保护着我们 不让被日船干扰 保调船挺进 钓鱼岛西南方16海里处 此时日船为了挡势驱入 突然喷射高压水柱 船上人员躲进船舱后 强力水柱人不断冲进来 造成多项设备泡水损坏 小板上满是灯泡碎片 由于全家符号损毁严重 卫星天线被拦腰折断 为了安全只好在16海里处返航 根据保调人事估算 这次保调行动遭日方攻击损失 超过50万台币 不排除未来向日本球场 好我想看完这个 就是保调行动的全程记录 大家都很想问说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黄大哥就是 我们知道说 现在整个钓鱼岛局势是升温了 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到 钓鱼岛那边宣示主权 其实是非常敏感的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的 其实也没有 其实我在去年 年底的时候 我就有跟对外公布了 就是我们有准备一个马祖 要把他请上去 那请上去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就是说 看风浪比较好的时候 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 我们就出海 所以我们也没有说假设这是什么立场 就是说比如说 台日之间的关系 或是中日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想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议题 我想这个不是一个第一个条件 而是说我们认为是说该出 因为我是认为说台湾不能被边缘化 那我们该出手的时候 我们就出手 那我们也要测试 台湾当局政府 他本身他的态度 是什么一个态度 今天跟你讲说就是要测试台湾政府当局的态度 据了解说你好像其实离开了台湾 大概才没有多少海里 35海里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发现了日本的船艇 他们就已经在那边等了这部分 对 其实我们一出海不久的时候 在35海里的时候 我以为是我们海巡署的船 结果一看不对 怎么海巡署的船 怎么会在我们前面 应该海巡署的船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我知道有船在我们后面 就看来是海巡署的船不对 过了一会 那是日本海上保安天 这是第一个 在35海里的地方 我觉得是蛮纳闷的 距离我们第二台 距离我们台湾 一出于35海里的地方 是花瓶雨 是我们的领海 是 再往前走到50海里 是奇怪 怎么有三四艘的日本海上保安天 那是在我们的彭加雨 就在我们彭加附近 其实是在我们的海域里面 那台湾的海巡署 对于这些日本的船舰 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 哪有什么反应 就这样子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 日本海上保安天船 常常跑到我们 我们的领海里面走来走去 我们台湾也没有什么一个抗议的方式 完全都是没有 是 就是在其实 为什么我跟你说 就是敏感的时机 就是因为台湾官方 现在要跟日本 谈一些渔权的谈判 会不会当初 就是我们考量都 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渔权谈判的一个过程呢 我想 日本跟台湾 要谈这个渔权谈判 我想是谈假的 为什么说谈假的 第一个 主权的问题 日本第一个 不跟你谈主权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好 日本它的模式怎么样 它说 要跟北方四小岛一样的方式 你们到钓鱼岛附近来捕鱼的话 要收费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它把这个暂定执法线 它全部改了 我们台湾那个暂定执法线 它不予承认 另外一个新的暂定执法线 就是对于我们 彭家宇 不到五海里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属于他们的 本身他们的 他们的中线就对 他们认为说 你们的跨的中线 应该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这次去的时候 那真正的 你看第一个在35海里的时候 就发现第一艘的 日本海上保安厅 第50海里的时候 就是他们所画的一个地方 刚刚有四艘 日本海上保安厅 他们还没谈 他们就先把船 先把船都开到这边来了 那根本就没有这个诚意 那您觉得说 这一次这样子 宣誓主权之后 对于台湾跟日本之间的 一个渔权谈判 还是加分 还是怀断 我认为是说 让我们台湾人知道 日本它本身就是跟你玩假的吧 它原来的面目就是跟你拖 一而拖再而拖 日本的一些学者跟我讲 希望是说 他们台日之间的一些渔权谈判 要我们保调人士 这段期间里面 那不要出去 不要出海干涨 其实为什么 因为它本身对中日之间的关系 已经很敏感 已经拎在那个地方了嘛 那问题是说 他怕我们一出去 又擦枪走火了嘛 所以他认为说 你们台湾的保调人士 你们现在暗兵不动 用这个方式来说 我要跟你谈 我要跟你谈 那你们要杀了物造 就用这个方式 那其实他全部的心力 他要来对付中国大陆 所以其实只是在拖而已 不过我们刚刚在画面上 也看到 整个就是台日之间 对峙非常的严重 我们凤凰的 就是台北战的记者 黄宣扬呢 也在现场直集了整个过程 宣扬我想了解说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场面 跟你过去的 在保调行动当中 你也去参与过的 有什么样的不同 好 其实呢 因为在上一次 去年9月的时候 我有参与过 宜兰的白艘的保调行动 那就这一次最大差别 当然就是只有我们一艘 所以其实我们一出海 没有多久 遇到日本船舰的时候 等于是说 以前可能会分散 他们的注意力 但是这一次呢 日本船舰等于说 他们就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我们乘坐的保调船 所以其实当我们开始 遭受到日本攻击的时候 根据以往的经验 他们可能只会在远处 对我们泼水 喷水水珠做一个恐吓的动作 但这一次他们其实 距离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近 以往可能都至少 还有一公里以上的距离 但我们这次几乎 快跟他们擦船而过 所以几乎他快要撞到我们的船 再加上这一次 他们是两艘船舰 直接朝着我们喷水珠 而且其实当时呢 我们虽然在外面 就是有一些对峙的行动 但他们喷下我们之后 我们逃到了船舱里面 结果他们的水珠 继续的往船舱里面喷 所以造成我们的保调船呢 里面整个就是积满了海水 而且整个那个仪器都毁损 就连我当时带着拍摄的 那个像刚刚看到的画面 整个机器都整个毁损掉了 就像顺阳刚刚说的 就是您拍的这些画面 我们刚刚观众朋友也看到 镜头前就顺阳的画面 脸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是您自己在拍摄 自己拍摄自己报道的 在这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特别辛苦的地方 因为这一次呢 主要是因为原本是一开始 是一个秘密的保调行动 所以这次为了不打扫精神呢 所以我等于是一个人 就带着小摄影机就上船了 那这其实最困难的点是 可能在当下发生了很多状况 那可能我可能也会 有一些身体不舒服 可能想呕吐的状况 但是当下如果刚好 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时刻 我可能就要忍住那个感觉 我必须要赶快 还是拿起我的摄影机 去拍下记录下当下的过程 那像看到那个脸比较大的部分呢 那是因为可能要 证明我可能有在现场 要告诉大家 现场这个状况有多么的危机 所以我只能把摄影机 拿得很远这样子对自己拍 所以那样子看 有时候可能画面会比较少一点 那其实就是很辛苦的 在记录所有的保调过程 非常辛苦的 也让我们带回来第一手的报道 让观众朋友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的是说 就是邪灵兄 为什么这一次 你会觉得这一次 日本的上海保安厅 他们对于对付你们 是跟过往比起来 是比较激烈的 有这样的感受吗 有 第一个就是说 它在距离我们35海里的时候 第一个它的船就出来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到第26 距离钓鱼岛26海里的时候 它开始就是开始照浪的 那还有就是冒的黑烟 一直要 试图要冲撞我们 跟我们距离船跟船之间的距离 不到20公尺的地方 插身都过 每次知道有好几次 险向还生 甚至于过来 要冲撞我们 这种的方式 一而再 再而三的一个重复 而且它直接了当的 我们船还在行程上 就直接了当的 就是攻击 攻击 那时候海巡就跟我们讲说 小心 他们要发射水炮了 但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就开始小心了 那真的就是说好 PS11第一艘先过来 先直接的就喷射我们船 喷完之后另外一艘PL63 又继续来攻击 那时候我们船还在跑 弄到我们船 没有办法就停下来 停下来 所以我想说 日本你说 你看 你就要跟我们谈什么 就是如果有诚意谈的话 不会对付你们这么的 就是手段那么的激烈 对 没错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大家透过报道也知道说 在当时同一个场景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大陆的海鲜船 但是日本方面 似乎是没有对他们 有任何的动作的 是只有攻击 就是希林哥 您的船只这部分 对 没错 其实日本是7382的 大家都知道嘛 而且就是我们海鲜船 然后本身的话 从去年的911之后 9月11之后 他到钓鱼岛里面去 巡视他的海域 到现在为止 其实日本对中国大陆借心 我们都知道 他 趁他也是 我想说他可能 也是趁这个时间 来修理我们嘛 那问题修理完 就让海巡署来看 其实我们这一次 海巡署讲这也是蛮为难 因为我认为是说 这一次政府 他也是不让我们出海的 因为我们刚开始 也是受到很多的刁难 本来是我们12点没有出发了 结果到最后 一月署的官员 一月署的官员 来跟我们讲是说 我们要什么一些证明 比如说我的什么 那个渔月的执照 这第一个渔月执照 每一艘船都有渔月执照 这是合理的嘛 这本来就有了嘛 第二个 他说要什么 化物员 化物员我有执照啊 他说什么 叫我回去呢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现在几点 一点多你叫回去拿化物员的执照 他说那这样的话不行 那就开个劝导单 开个劝导单之后 船长他不愿意签 不愿意签就跟 惊在那地方 他就说船长不 不签的话 那等一下后续的话 有一些问题 好 那我就跟船长联络 跟他讲说那你就签嘛 后果我们来处理 也是又拖了嘛 所以政府他本身 这一次根本就不让我们出海嘛 是 好就是西林哥 刚刚在外面的时候 其实也是遇到了大陆的海间船 这部分就要请赖老师来分析 大陆海间船当时就在那边 都没有动静 它是一个警告的作用吗 它是应该讲是资源 就是说台湾的船 如果受到日本的一个刁难 或者日本的阻挡破坏的时候 那他们可以提供资源 但问题就在于 当他们正要提供资源 或者他们可以提供资源的时候 他们面对的是我们这边的海巡署 来告诉他们说你离开 你离开 这部分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疑惑 这部分的原因 为什么台湾官方 必须要讲这个话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方面还是配合美国了 因为坦白说 台湾一直在讲说 我们跟日本在谈这个逾越谈判 那么逾越谈判的会前会正在进行 所以在这个期间里面 不要做任何动作 其实这个是自欺其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大概就一次 因为我们上次有谈到 就是台湾的这边的做法 就是到处到各大学里面去演讲 然后再办一下周恩正文比赛 但是严格上来讲 事实上台湾等于是 间接的在配合美国日本 他们来对付中国 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美国跟日本在对付中国的手段 一直在升高 特别是安倍晋三上台之后 他的手段跟他的语言 那么一直在升高 那么美国跟日本的演习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 到最后我们看到 希拉瑞要卸任前 还讲了重话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台湾缺席了嘛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的保钓船 介入在直接 在这一次里面进行 这个这样的一个行动 严格上来讲 时机非常的好 因为这样对于整个 中美日台 特别是中美日的关系 东海地区的一个稳定 反而台湾会起了一个作用 怎么说呢 因为台湾如果越积极的介入 这个钓鱼岛的主权的 这个维护的话 那么会让美国跟日本 他们就必须要收手了 也就是说他们的对象 已经不会只是在对中国大陆 他们还要考虑跟台湾的问题 而我们一直在强调 台湾的战略地位非常的重要 因为日本如果他现在要在 他的宫古岛的 我们讲下地这个地方 设他的所谓的 因为目前他们打算要进驻 F-15进来 也就是说要在台湾的 东方的这些岛屿 要进驻更多的战机 而且要设置他的所谓的 导弹系统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台湾是可以完全牵制日本的 因为台湾在花莲地区的 花莲机场 我们讲的这个加山基地 它本身拥有的战力 完全可以切断 日本在钓鱼岛上面的 所有的空军力量 所以美国也很清楚 日本也很清楚 台湾只要积极地介入 这个钓鱼岛的主权的 维护的时候 那日本在台湾东方的岛屿 所设置的这些军事基地 它的功能不管是侦察的 不管是战斗的 不管是反导系统的 基本上都会被台湾牵制住 所以很明显我们看到 台湾其实政府这个部分里面 一直在配合美国日本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本身欺骗自己 说我们现在在进行 这个会情会的谈判 其实没有嘛 我们讲了很多遍了 已经根本没有 但是台湾这边 故意的就是不作为 我觉得这个 故意的不作为 然后让中国大陆 去面对日本跟美国 可是台湾如果积极作为 那么会让美国跟日本 就不敢在那么强硬的手段 反而会缓和了 整个东海地区的 这个情势 台湾是可以有贡献的 但是我们很明显不做 刚刚这个习林兄 他提到的几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几个概念 他们一出海 离开台湾35海里而已 日本的船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日本掌握了台湾的出海的情报 而且他们在出海前 才召开记者会 让记者进来 那换言之 日本怎么可以那么短的时间内 部署他的船舰在那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点 那么第二点 台湾的海巡署 我们的整个国防单位 难道侦测不到 这些不明的船体 已经靠近我们的经济海域吗 怎么可能会探测不到 那如果探测不到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侦察系统有问题 如果探测到 而真的也不去面对 那我们的这个 维护主权的这个立场 更差劲嘛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已经侦测到 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店的团 已经进入这个地方做部署 我们怎么会只派四艘 两舰两艇呢 两艇是很弱的 就两舰稍微强一点 可是已经面已经侦测到 日本有部署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怎么会只有四艘呢 当然你这个时候 你的空军也要发动戒备嘛 你本身你的船舰要更多出去 就应该要按照 当时马英九在九月的时候 彭家宇的宣言 也就是说 我们的船到哪里 我们就护 我们就保卫我们的船到哪里 那这样的情形下 当初不要忘了 我们有多少舰 多少艇 连军舰都开在那个地方 连我们的战斗机都已经准备待命 要升空 就应该用这个规格 可是很明显的 没有用这个规格 没有用这个规格 然后还假装没看见 然后那我们的海钓船 我们的保钓船 自己本身 在面对日本的一个冲击 而不作为 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政府故意不作为嘛 这部分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带你继续来讨论 接下来带你来关心的是 就是钓鱼岛的局势紧张 台湾保钓员是大动作出海 但是台湾领导员马英九却选择沉默 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外发表立场 在顾忌美日之下 在钓鱼岛的争端中 台湾是不是早就已经出局 休息一下 稍后再讨论 欢迎回到台湾一周重点 这次台湾保钓人士的行动 也让东海的情势逐渐的加温 在讨论之前呢 我们先带你来看的是 台湾保钓的大事迹 以及台湾官方的立场 好我们看到台湾保钓大事迹呢 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 台湾保钓人士就赴钓岛 但是遭到了日渐阻止 然后到了钓岛40海里处就返航了 好在12年的7月份的时候 台湾保钓人士呢 成功绕岛一周宣誓主权 好在12年9月份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像是一些保钓的行为 保钓的行动 像是宜兰的渔民呢 就集结了75艘渔船 前往钓鱼岛宣誓主权 而保钓的规模也是历来最大 好在就是 再来就是现在1月份24号发生的 就是台湾的保钓船 到了钓岛大约17海里处的时候呢 却遭到了日渐 以字排开的阻挡 最后是无功而返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就是日本和台湾 对于保钓的一些态度 好2012年9月份的时候呢 日本签 就是签约购买钓鱼岛 收归国有 这个时候台湾的 领导人马英九 是明确的宣誓 寸步不让的 好在12年10月份的时候呢 日本呢表示说 要重启台日渔业会谈 要进行对话 而台湾的马英九也表示说 捍卫主权渔权呢 要一起共同的 各自争议来共同开发资源 在12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 日本就是口头宣誓 主权之外呢 但是是没有采取非常强硬的行动 而台湾方面呢 在马英九在接见日本外宾的时候 也发送一些钓鱼岛 为台湾领土的一个文宣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12年12月份的时候呢 日本的安倍晋三 他声称说钓鱼岛的主权是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但是台湾呢 却说台日关系很友好 会密切的观察钓鱼岛的议题 好再来就是现在1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日本在千叶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夺岛演练 而台湾方面呢 就是中华保调协会再一次的出海保调 好这部分呢 先请教老师 就是今年1月份就是现在13年了 保调人是出海 但是我们观察到台湾领导人蛮久 其实对这方面是没有任何的声明 就没有在第一时间发表任何的意见 似乎是近神了 为什么 我觉得他 我们一直在强调反复的强调 就是说马英九其实一直在配合美国跟日本 操作这个钓鱼岛的这一块 特别是关注美国的一个立场 我觉得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 这个地方是因为 很明显的就是马英九不愿意 他积极的参与这个钓鱼岛 然后让美国在处理 这个日本中日关系的 这个操纵的过程中增加一个变数 因为台湾如果积极介入的话 那对美国人来讲就增加这个变数 这是美国人不乐见的 所以台湾在这个时候 马英九就选择配合美国 可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这个主权的问题可以这样配合外国人吗 其实是很不应该的 那基本上台湾在钓鱼岛的立场 应该是团结一切支持我们 维护主权的这些力量 应该是要这个立场吗 那也就是说 今天两会台湾应该要跟大陆 已经要把这个钓鱼岛的主权的 这个维护应该要提到议程里面了 也就要形成一个议题 双方之间来谈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如果跟大陆 已经该谈这个保调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角色 或者是分工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 其实才会让美国跟日本 他们才会产生很多的想象 对老师 但是有一些就是跟美国 比较熟知美国的一个立委也说了 如果今天台湾跟大陆 在保调方面是联手的话 那台湾会被美国惩罚的 美国能怎么惩罚台湾呢 美国需要台湾比较多 还是台湾需要美国比较多 美国台湾什么时候 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 自从大陆这边发展出东风21D型 就东风21D型的整个力量 建构这个力量 包括无人机 无人侦察机 包括这个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 美国基本上来说 美国基本上来讲 他没有办法 他也不会 直接派兵力来捍卫台湾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以台湾跟大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两岸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如果这个走势越走越深 越走越好 两岸之间不只是 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 两岸之间如果发展到政治的 这种正常的关系 然后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 台湾的安全获得的保障越来越高 的这样的情况下 那对台湾产生威胁的 已经不会是中国大陆嘛 对台湾产生威胁的是日本 因为它威胁到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钓鱼岛的主权嘛 对我们产生威胁的是越南 它威胁到我们的太平岛嘛 对我们产生威胁的是菲律宾 因为它侵占我们的中叶岛 这个问题嘛 所以严格上来讲 对台湾的长远来说 两岸之间的关系 各个层面如果越走越好 越来越紧密的话 那对我们台湾的安全威胁 不是来自于大陆对岸啊 是来自于日本 来自于越南 来自于菲律宾 这样的观念 其实对台湾来讲 要有这个清醒的认识嘛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今天两岸之间的 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交流 越来这么的密切 两岸的政治人物的来往 也如此的密切 我相信今天全世界有哪一个地区 或是哪一个国家 跟中国大陆的政界的地方的 跟中央的领导人的来往交流 有比台湾更密切的 没有耶 台湾的政党领袖 跟大陆的政党领袖 或是各官方的领袖 政治领导人 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的密度 我想不是美国人 不是日本人 不是韩国人 不是任何一个国家人可以比的 这种情形下 我们要讲的概念就是说 台湾跟大陆 已经不只是经济 社会文化 我们的政治的交流的密度 跟广度 其实已经很深了 这种情形 还要把对方当成敌人吗 还要 台湾这边还要说 大陆是我们的假想敌吗 其实我觉得 观念要改变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领导人 绝对不改变嘛 台湾的马云九不改变嘛 所以我们的国防部这边的 所有的假想敌在 你这个所谓的假想敌 因为我是国防 报告数的资讯委员 我在会议中 我们已经提了 不知道多少遍 我说你怎么可以把 假想敌 设定是中国大陆呢 我说真正 影响台湾安全的是 日本人 他侵占我们的领导 菲律宾 越南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最后白皮书出来了 那还是按照原来 那我们就知道 最后的审定者 不是我们嘛 我们是咨询委员而已嘛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台湾的 其实马云九 其实严格上来讲 还是把对岸认为 是我们的假想敌 对 菲律老师说 就是感觉上是 马云九是比较担心 会得罪美日 但事实上美日 对于台湾方面 其实是有点不理不睬 他不理不睬 而且他严格上来藐视你嘛 特别是日本 日本严格上来讲 就是有充分藐视 为什么说日本充分藐视 我们所谓的 于全谈判的会前会 一次 而且无疾而终 那接着呢 不跟你任何做法 这段时间 台湾完全配合 美国人跟日本人的做法 就没有动作了 就不作为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中日关系越来越紧绷 台湾其实可以 努力的去化解 中日的紧绷关系 今天如果没有 我们的保调船 习林兄 他们这些人 这些勇士出海 我相信今天日本跟中国大陆 美国跟中国大陆 还是一样关系紧绷嘛 那我是建议台湾这边 如果常常出海的话 我敢保证 日本跟美国绝对会松动 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够只针对中国大陆了 所以台湾在这个部分里面 可以有贡献 但是不贡献 这是我们觉得我们最不能接受的问题 你觉得我们刚刚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习林兄也频频点头 这部分你们有什么补充的 其实日本还是 日本真的他也不喜欢跟我们谈这个渔权谈判 因为是被逼迫的 像去年在9月23号那次的宜兰 将近有68艘的渔船 去围攻钓鱼岛的时候 日本人吓了一跳 他说奇怪 台湾人怎么会对我们日本人这么反感 很多媒体来问我 一些学者 我说我们台湾人是一个很友善的 一个老百姓 当我这块地方 我常常跟他讲 钓鱼岛是属于我们台湾的 那你说这是你的 没有关系 那没有关系 你们的 但是我还可以去捕鱼钓鱼都没有关系 你把这块岛给买走 那你看看 台湾人会不会跟你拼命 他说是这样 对 没错 所以他们现在说 日本他本身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以目前的行动来讲是说 他是给你示好 这假设性 我给你示好 其实日本这方面的话 他说我们教授所谈的 11月初的时候有一次的谈判 刚才会前会就没得谈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台湾的一些外交部的人 有到东京去跟他谈 那据我所知是说 台湾的这些官员去谈的时候 就认为日本很官僚 他根本就不理会我们这些人 他也跟我 透过关系跟我讲说 可能谈不成了 因为他本身 日本定的那个条件太苛刻了 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三点 他们都他的始终 他的立场 是这样子的 所以像这一次呢 因为就是你们出海之后呢 其实台湾的外交 台湾的涉外官员也有表示说 似乎呢 很恐怕会影响到 就是原本要召开的 虞权的谈判 这是不是也是帮自己解套了 我觉得我们的外交部的 这样的一个讲法 是刚好跟事实相反 我们的保调查 我们的保调 如果越积极 日本要跟你谈的 可能性就越高 刚好相反 因为我们从过去的 例如说民进党最喜欢 标榜他们跟 大陆谈了16次 跟日本谈了16次 但是我们常常会给他吐槽说 你16次什么都没谈出来 可是不要忘了 每一次的冲突激烈之后 就是每一次的激烈冲突之后 台湾的保调行动 就是说台湾的渔民 或者台湾的保调行动 越激烈 然后越积极 日本就马上跟你进行谈判 是 那现在的情形就是 为什么后来日本现在 这段从9月到现在 11月到现在不跟你谈 因为我们政府不作为了 那我们的渔民也都配合政府 因为政府劝导 说不要出去不要出去 我们再帮你处理了 你要配合我们 可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外交部 为什么我们会生气 是在于 他不敢把日本的 这些恶劣的做法 让我们的人民知道 因为脸上无光嘛 也就是说你谈不成东西 你脸上无光 可是现在要我们的老百姓 继续配合你 不对的 我们的外交官员的 笨是笨在于 他应该要反向来思考 我们的保调 我们的渔民出海捕鱼 跟日本人的矛盾冲突越多的话 日本人才要跟你谈 而且他才有可能让步 但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 鱼权不可能不涉及主权 日本人会让吗 日本人跟大陆讲的多白 那个安倍晋三讲的多清楚啊 这个钓鱼岛的主权 没有谈判的空间 没有妥协的空间 那请问他连中国大陆 13亿人口 这么强大的地区 对我们台湾来说的话 他怎么看在眼内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日本人为什么敢这么强硬 如果不是美国人当抗三 日本人敢这么强硬吗 同样的道理 台湾这边 怎么会完全配合美国跟日本呢 不对的 我们越积极的保调 我们越积极的渔民去捕鱼的话 我相信日本人要坐下来跟你谈的 可能性才会越高 对我们讲的真意 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方向 是值得我们好好来 从事剥解 来深入的分析 不过我们要先收集一下 这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带您来分析的是 当遇到冲突全面升温 如果片面改变现状 其实冲突是否难以避免 而这是否也是美国强势介入的 最好时间点呢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台湾一周重点 从这次台湾保调人士的行动当中 也衍生出了非常多的问题 值得我们的深入来观察和分析 我想请问的时赖老师 就是说如果今天 就是有人特别去片面改变现状 那是不是军事冲突就真的难以避免 其实日本已经片面改变现状了 所以我们就发现 就是说大陆这边就开始要终结 或者是要改变那个日本的片面的 所谓的行政管辖权 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美国 非法的把这个所谓的行政管辖权 交给日本的时候 在台湾就引起很大的抗议 当时在台湾也好 在海外的台湾的刘学生也好 其实都完全反对这个违法的主张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一点 就是说美国当时把所谓的 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 交给日本的时候就是违法 问题就来了 也就是说现在大陆这边很明白的 就告诉你说日本人 你的行政管辖权是违法的 是非法的 我也不承认你美国人 有这个权利把所谓的行政管辖权 交给日本 那当时我们是默契 但是你既然日本已经片面的改变现状 那对不起我也要终结你 在这个片面的这个执行这个行政管辖权的问题 所以目前的情况就形成了 如果日本人敢用军事武力去驱逐中国大陆的这个行政管辖权的话 那军事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我觉得目前的 所以日本人讲说这个我的飞机派不派 我觉得安倍晋单讲对了 因为你派了 你跟大陆起了冲突 那这个就是战争的开端 好那另外一个观念来了 就是说如果台湾的海巡署有点骨气 而且也完全不承认日本在钓鱼岛有所谓的行政管辖权 那台湾的海巡署也常常进去叫日本人离开我们的海域的话 就这么的有勇气 就像在这次的钓鱼岛中对大陆的海间船如此的有勇气的话 那如果台湾的海巡署的船也同样的对日本这么有勇气 那台湾跟日本如果产生冲突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大陆的军事援助一定也会进来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两会之间所谓的协商了 那就当然这个交战或是产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就在了 好讲到这一点 我们就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推理的话 台湾如果积极的去捍卫我们的这个钓鱼岛的主权的时候 我相信日本人就不敢这么积极的像这次对海钓船做这些动作了 我强调是我们的执法船 就是台湾的执法船如果积极的去捍卫我们的主权的话 那大陆这边的执法船它就可以我们两边可以分工 它可以扮演资源的角色 那如果我们累了我们回来了 大陆的船就可以进去了 我敢保证如果两岸有在这样子一个分工合作的话 日本完没多久它就投降了 原因在哪里 它会筋疲力尽 它会耗尽它所有的财政能力 这样的情形 这个钓鱼岛的主权不是就被我们捍卫起来的 而且两岸关系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历史经验 两岸就会走得更前面一步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台湾这边当局真的是可以好好考虑 可以做的一个策略 两岸联手或许是一个就是在这困局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出入 而且也会让美国在这个部分里面不能够再当作赢武者了 美国也就必须要撤回来了 这样的情形不是保证了东海地区的安全 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可以复制在南海 那东海跟南海不就安全了吗 是 好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谢林兄 未来保调任务的计划还有哪些 其实我们政府一直要掌控我们台湾的保调人士 这是第一个 从去年开始就有一些政治力的介入 所以我本来我去年我到七月份的时候到调岛区的时候 那五星期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就已经进来了 要把我秘书长给撤翻掉 就这样子 因为他本身他没办法约束我 约束我 那所以说我们最后有反击的作用 把那些人全部排除在外面 好 所以我想说以后我们这保调人士 我们讲实在 我也跟日本一些新闻媒体记者讲 我们现在是处于鹰派的 没有各派的 我们现在是鹰派的 都是各派的 所以说以后会更有一个 更强势 更强势的 更积极 那我是 因为我比如说我在这个电视上 我在这边公布的话 那可能是一些我们台湾的一些 好 想要知道我们席林兄的一个保调任务 就请锁定我们凤凰卫视 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现场 做那么深入的点评和分析 我是彭世霆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